Sweeps 过来批他去拍他的MV 指环王包括花木兰 包括很多电影 包括我们的华语电影《卧虎藏龙2》 他们都是在新西兰取得紧 呼呼啊 钓鱼啊 冲浪啊 或者是攀岩啦 去探索引火虫洞啊 这些就是其实都很多很方便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户外运动的人 那新西兰真的是非常的适合你 会让我更有勇气去追求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可能什么时候都不会算太晚 哈喽 大家好 我是 Peter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过得开心吗 今天我们就接着来聊新西兰 因为我来新西兰已经有大概差不多5年半的时间了 经历这5年半的时间 然后我是还蛮喜欢这个国家的 然后我在这里生活也很开心 那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为什么喜欢新西兰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喜欢新西兰的10个理由 那如果你对这期视频有兴趣的话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吧 可能是因为我太喜欢新西兰了 然后这集被我录着录着就有点太长了 所以我把它分成了两集 那这一集我们就先讲1到5 首先第一个点是新西兰到处是美景 它真的很美 我知道旅游宣传有的时候会说 它是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 或者是天堂的入口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讲可能是有点夸张了 但是就是真的很漂亮 你就随便出门 你就会觉得满眼都是美景 大家知道现在很多电影制作 包括一些歌手拍MV 都会到新西兰来取景 当然由于疫情的原因受到影响了 那之前真的很多 Taylor Swift过来劈他去拍他的MV 然后指环王 包括花木兰 包括很多电影 包括我们的华语电影 沃虎藏龙2 他们都是在新西兰取得景 就因为新西兰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 然后到处都是国家公园 然后你在奥克兰的话 你开车半个小时一定可以到海边 然后我特别喜欢去海边 而且海边不仅仅是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在沙滩上玩 然后很多新西兰的海边 其实是有建一个公园的 然后会提供一些免费的烤炉 那大家之前如果有看过我的影片的话 应该也会有记得 我之前去龙贝那个地方烤肉 那些烤炉都是免费的 还有很多的小孩子玩的一些游乐场 我知道这些如果在国内的话 你要进去这种游乐场玩是非常贵的 那新西兰遍地都是这种小孩子可以玩的地方 对家庭有小孩的孩子来说也非常的友好 即使你在一些内陆的城市 它可能没有那么多海 你开车20分钟30分钟之内 一定会有一个就是那种小公园 可以让你去爬山啊 然后每个城市一定会有那种国家公园 可以让你去进行比较长距离的一个徒步 就不能说多长吧 但是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 这种距离的徒步就是欣赏美景 那种一定是有的 就真的很美 那奥克兰已经不算是新西兰一个 什么非常漂亮的地方了 南岛更漂亮 我之前去皇后镇真的是手机 随便一举拍一张照片 都是可以当壁纸的那种 就怎么说反正美景是看不完的 你在奥克兰看腻了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看一看 其实即使你在一个城市 这些景色够你看很久很久了 反正我现在已经来了五年半了 然后其中四年半 我都是在奥克兰的 然后奥克兰还有好多好多地方 我都没有去过 更不要说还有其他地方了 所以这些美景真的是值得你用很长的时间去看 去探索 去体会这个国家的美 但我知道很多国家都会有这种很漂亮的地方 可是在新西兰真的到处都是你随便走一走 你就会有这样子漂亮的地方让你去心旷神移 因为新西兰很多国家公园 包括很多自然的景色 美景非常的多 就会导致他的户外运动十分的多且好玩且方便 比如像徒步 钓鱼 冲浪 或者是攀岩 去探索引火虫洞 这些其实都很多很方便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户外运动的人 那新西兰真的是非常的适合你 就包括一些高空运动 虽然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就是像跳伞 滑翔伞 蹦极 这种极限运动 在新西兰都很普遍 只是这些活动在新西兰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下一个我很喜欢是新西兰二手汽车很多很便宜 就因为它是一个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国家 所以大家都会需要有一台车 然后对于喜欢开车的朋友来说 就是你喜欢倒腾车什么的 就是你在这边去买二手车来开 它的状况不会很差 然后又比较有保障 我之前也做过一期开车视频 买卖汽车什么 就像买衣服一样 真的很方便 你喜欢开车的话 这也比较适合你 然后看到大街上有很多改装车 对喜欢玩车的朋友 我觉得这里也是蛮适合你的 然后下一个就是优质且新鲜的食材非常多 而且很安全 就首先第一个新西兰的牛羊肉 就是世界上出名的 我真的觉得新西兰的牛羊太幸福了 就我每次出去看到那些满山坡的牛羊 自由自在在山坡上面吃吃草山散步 然后随便到哪个地方拉个屎 就到处都是他们的屎 就真的很幸福 因为很多地方的牛羊 就是中期一生就被关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面 就是这些草寺的牛羊 包括猪 它的肉都非常好 可是新西兰的猪就有一点 就是因为它可能 我不知道是因为没有阉割 还是因为没有杀的时候不放出去 它猪肉总是有一股很奇怪的骚味 特别是海鲜 真的是非常的新鲜 因为它靠海 四面都是海 它是一个岛国 就很多新鲜的鱼 虾 贝壳类的东西 你还可以自己去赶海捡贝壳 包括很多水果 就新西兰非常著名的奇异果 然后还有樱桃 就真的非常的好吃 当然你说好吃的话 食物的美味 当然跟我们中国没有办法比了 但是就是它这些食材的优质新鲜安全 就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下一个就是我想说的是 在新西兰的话 就是你的年龄不会成为你事业上的阻碍 因为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就我的思想就是 就是如果你30岁 你要完全放弃你之前的工作 放弃你之前的一切 从头开始去读一个书 然后你去开始一份新的事业 你会觉得是还蛮不可思议的 在新西兰就完全不会 很多40岁50岁的人去上大学 去从本科一年级开始读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包括更像一些 就是我们国内觉得 可能是吃青春饭的职业 在这边就完全不会 我之前就有看过 有那种 就是那种学校的表演系招生嘛 就很多人40岁50岁 他觉得我想当演员了 那我还是可以去学表演 就是因为看到这个 我特地去查了一下 北电还是中系的那个招生 他们好像对年龄是有要求的 然后包括我30岁 我刚刚又读了一个书毕业了 我之前是做幼教的 然后我现在去学了IT 然后我现在正在找IT的工作 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吧 但是我没有找到的原因 绝对不包括我现在已经30岁了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回国 我去跟一般21岁22岁 刚刚大学毕业的人竞争 首先我这个年龄之真的 就没有优势了 我觉得男生可能还好一点吧 女生的话你30岁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 就我觉得这个年龄可能成为一个更大的阻碍了 所以我觉得在自己的话 就是会让我更有勇气去追求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我觉得这可能什么时候都不会算太晚 这集就先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接着说 不知道你会不会也因为这些理由喜欢新西兰呢 那如果你也因为这些理由喜欢新西兰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赞哦 然后那如果你有喜欢新西兰的其他理由 也请帮我在下面留言吧 告诉我们大家新西兰还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地方 最后还是拜托大家帮我点赞评论转发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 拜拜 希望你们今天过得开心